元朗遇上 世上百万人 谁人是真的有缘分 人类情感 研究并且贪心 每日里 多少结合再分 为了少年初心 就算单纯天真 我仍然笑着恨 再十回自我加点信心 无论再度来度 我为理想坚定 当所有女人军加及爱情 又当想走安定 誓约多么神圣 做过焦点 但金与平静 自雷 不好意思 开会迟到了 安妮姐不来吃午饭了 她帮我处理韩国美食节那些事 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刚才跟庄那粉视频 所以晚了 真是羡慕你们 都在忙开心的事 我帮你们点好东西了 你真的很细心 比庄那粉还细心 对啊 欧巴要向你学习 我长这么大 只知道打扮 还有什么值得别人学习 怎么了傻瓜 你不开心啊 是不是住在风华家 没好吃的 你可以搬来我家 我叫爸爸做饭给你吃 你们啊 肯定只顾着发爱情短信 所以没有上网 万和丸的配方 被曼妮不小心传到了网上 早上万和丸的骨架大跌 姑妈血压肯定又会很高了 这么严重啊 不知道弘历跟姑妈现在怎么样了 你还在想他们 你不是跟老蝉势不两立吗 要不我帮你打给弘历 问问情况 她是一个没办法同时处理 两个问题的男人啊 我还是不吃了 我去妇科医院那里 看看能不能碰到曼妮 探探消息 好 你们慢慢吃啊 为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小心 自己慢慢走 有事打给我吗 拜拜 拜拜 怎么会这样 好突然啊 行老板突然要开午餐会 我先走了 没关系 工作要紧 我东西呢 肯定是被司令拿走了 他的化妆品还在这里 你看 那算了 先放在他那儿吧 我帮他拿回去吧 不过现在我们各忙各的 看来以后见面机会越来越少 怎么会呢 你们每天都在我这里啊 说的也是 你们在我这里 好了 回头聊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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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护士 美女护士 麻烦你帮我写上眼药水啊 鸡眼膏啊 医院的药真的很有效啊 大叔 你的单子上只有湿疹膏而已 你叫医生开给你吧 我们用 是 又是你 是啊 是啊 又是我 说不定你今天心情好会血 医院这里不对还外壁 精神科在六楼对吧 我的护工怎么可以说不做就不做 太太 私家病房在隔壁大楼 那 我的助理亥兰呢 她也不做了 说受不了你了 啊 连退休金都不要 跟了我五年 现在才说受不了我 有钱也没什么了不起 太太 你也应该反思一下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不懂得敬老啊 叫人拿档子给我做 在这里啊 又是你 我也不想遇到你的 我看你太吵 怕影响其他的病人 我是做好事而已 坐吧 你骤我坐轮椅啊 坐轮椅总比瘫痪在病床上好啊 我给你一百块 帮我打电话回去 问问那些年轻人为什么都不在 把万和丸的秘方传到网上 是弥天大罪啊 如果他们想到办法 又怎么会不出现呢 一辈子都想不到办法 一辈子不出现 是啊 一辈子都不出现了 直接把你丢到私家病房 哼 真没用 要不要吃点万和丸条理啊 现在吃什么都不管用 哇 这说明万和丸并不能治百病啊 你何必这么执着呢 那 我不赶你走 是给你女儿兰费面子啊 我跟你说这么多 也是给私磊面子啊 老禅 全都这么没规矩 年轻的时候叫我小禅 现在却叫我老禅 一听到老禅这个名字 就知道你难禅了 你大权在握一直不放 是怕自己老了 不知道孩子们会怎么对你 哪个家长不是这样啊 现在我的财产还没败光 已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了 你也不用这么悲观啊 经过考验之后 所有关系都会增值了 你确定有胆量解开他们的真面目 我想听听你的谬论 推我去餐厅 餐厅要关门了 你慢慢推啊 行了 慢慢推 要快才行啊 别这么快 要关门了 原来想做成功人士 真的很不容易啊 每次要加班到这么晚 还要你等我下班 等会儿了吧 浪子叔叔回来了 接佳佳放学的任务 已经交给他了 连接你下班这个重任 都被抢走的话 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整个宇宙呢 只有你这个傻瓜 会这样等我下班 当然了 不然你还想要谁啊 我们公司跟我说 有个国际美食节 在韩国举办 他们想派我出差 去五天 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 怎么都觉得有问题吧 五天啊 谁知道忠欲同赴 会不会又派代表去啊 刚好又派尚建雄去 五天啊 你想 笑什么 你好可爱啊 你吃醋原来是这样啊 耍我是吧 耍我 我学你 你想怎么死啊 蒸啊 炸啊 还是炖啊 今晚不许回家 干吗 你无家可归吗 你别管 我带你去哪儿 你就去哪儿 拐卖你 值钱吗 值不值钱不好说 验过才知道 找我死 那你陪我出差吗 同一家酒店啊 你想自己住另一家吗 同一家酒店 同一间房 双人房 两张单人床 我无所谓啊 二合一就好了 二合一 你这是 二合一 你的眼神跟表情 真的非常喜悦 二合一 这个人相当有问题 说什么 二合一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人相当可疑 二合一是上下床 高低床 你真是 三合一 一 二合一 三 一 一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我想他从来都没受过这么大打击 洗完衣服了 想通了吗 没 我还要再去 还要去 你醒醒吧 你打我 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振作一点 对我这么好 你也打我 你最坏 你熟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 一辈子都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姑妈 原来她在我结婚之前 就得了脑退化症 她没有告诉我 是不想让我担心 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她每天叫助理录音 是因为她记不住 我真混蛋 我还跟四磊一起去他 弘历 要不要我们帮忙收购万和丸呢 你别问我行不行 让我进一进行不行 万和丸怎么办 我和四磊一样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们关系 应该怎么发展呢 你让我静一下 老禅平时那么刁钻 脑退化得这么突然 你自己有没有看过整段报告啊 容浩天 看到我这样很痛快了 开心了 是不是想单挑啊 来啊 什么单挑啊 你一直都是这样经不起疯了 我老爸跟你姑妈 根本就是天生一对 我把他气疯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说要进一月 我就叫他去演艺雪月 那我不知道是谁 教老禅这一招的啊 是吗 缠头脑退化是装的 明明也 你都做了大半辈子乖侄子了 是时候放个假挑战你姑妈了 看看谁的眼镜 你好 两个助理都被他骂走了 大哥又失联 我一个人怎么挑得起万和丸的担子 我通知思蕾了 但是一直联系不到大哥 他怎么样 阿全 怎么样 认不认识我呀 当然认识你 华晨辉都认得你 容生龙吗 好了 他没完全忘记我们 你就是伟丽跟弘历的妈妈 书君 我跟生龙结婚的时候啊 你跟齐昌打了一块这么大的金牌给我 好弟妹 我是你弟妹 我是你老公 不是吗 我 难道我有病 事业 事业还是脑退化 没关系 所有人都不理我 也无所谓 我还有钱礼物 哦 万和丸 好像有事情 我要先回去处理一下 阿淡 阿淡 是啊 我们结婚了 我是你老公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撑着万和丸 有什么事我一定挺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好好照顾你下半辈子 放心 神龙 这个时候 弘历去哪里了 大哥因为姑妈脑退化 受不了打击 说人生苦短 要去澳门过着花天酒地 吃喝玩乐的生活 不想再为任何人牺牲 什么 他居然丢下我们一群女人 自己跑去花天酒地 混蛋 我出去一下 生龙啊 我们那枚 石克拉的结婚戒指呢 为什么我跟你都没有带 我们怕弄丢了 所以平时放在家里 你要我明天拿给你 还有啊 还有我的翡翠手镯 珍珠项链 那边跟钻石耳环借的都带过来 好好好 我明天全部拿给你啊 最重要你开心 才能好得快嘛 我先接个电话 阿顺 阿顺 你帮我搭给朱布行 我明天要拿几件首饰啊 可以翻本呢 干了这瓶再去赌击吧 留点钱买船票回香港比较好啊 杨洪厅先生在不在 喂 干嘛这么大声 嘘 过来过来 嘘什么 兰飞呢 兰飞没来 代表我老婆也没来啦 你老婆现在跟兰飞似的 女强人一个 非常能干 怎么样 禁毒差两天 简直跟赌徒一样 抖着腿 鬼鬼祟祟的 你知不知道我两天两夜 没睡过假 才有这样的造型 二十块的T恤 这种鞋子 五岁之后我就没穿过 我输了一万块的老虎鸡 才有这副模样 你明白吗 看来效果不错 你不会这样 就急着找我来救你吧 我想跟你说 原来赌博真的会沉迷 刚才我玩老虎鸡的时候 输到没钱的时候 哇 手多眼啊 差点借高利贷 你别跟我说 你这么大个人身上 只有一万块现金 你的信用卡呢 你只叫我装颓废嘛 但我真的害怕染上毒瘾啊 所以我很聪明 把信用卡都锁在 香港的保险箱 只带了一万块现金过来 反正说光就一万块啊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胆小鬼 谁胆小鬼啊 我有事是不是你照顾我啊 照顾我思蕾 照顾我爸爸 照顾我姑妈 你放心吧 你老婆现在 跟江湖大嫂似的 在照顾你姑妈 我老爸也常常陪伴左右 担心什么 还有你弟弟 振兴万和玩家业 更不用担心了 多有正能量啊 那我还在这里干什么 快回去看他们 喂 喂 喂 你回去干什么 这已经证明 他们没有你一样可以 你回去也没用啊 可我还想他们啊 我怕姑妈脑退化症严重 让我静下孝道行不行啊 什么脑退化 你姑妈懂得假装嫁给我老爸 帮我爸当老公一样使唤 那些什么钻戒啊 项链啊 全都说想要 这么有生命力 怎么会脑退化 现在怎么办啊 是不是装一只消沉 隐居在澳门啊 都是你的错 什么烂招啊 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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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烂招 你现在是不是不用我拿起来叫你啊 那也不是 喂 喂 站住 来了澳门 陪我进赌场玩两把 顶多我给你钱 拉了护肌 不要浩天 我了解你个性啊 你别去赌啊 你赌起来会上瘾的 不要浩天 你少来这套 别假装关心我 我自己很有定力 不要浩天 你相信我 我叫你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找你呢 来 其实大家的计划书我全都看过了 也陆续在约一些有钳制的合作伙伴见面 然后谈合作的问题 那么今天先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餐饮集团在四川 有最大的麻辣干锅城 准备在香港开三家连锁店 想请蓝菲小姐当我们的顾问 不好意思啊 雷总 我跟蓝菲暂时都不想谈金刚塔以外的合作 我开出的条件 不比梅士集团和中玉同富的差 你是有潜规则吧 其实对我来说规则只有一个 就是要符合梅士集团张德凡的要求 用专业的水平去选择合作 规矩摆出来 希望大家都按照规矩办事 等了很久啊 不是 帮你点了杯喝的 试试 谢谢 我订了七点半的Fatina 大叔说今天的银血鱼特别新鲜 帮你点了一份 合不合你胃口 可以 谢谢 我还点了两份红酒鸭梨 你反对吗 这些小事你帮我安排 我不会反对 但是帮我辞职这么大的事 你是不是应该要事先跟我说一声 我还以为万小姐会大发雷霆 但我从你的言语间却听到一丝温柔 为什么 再蠢的人都知道 你希望我辞职专心做你女朋友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是个工作狂 我知道 还是一个定不下来的超级工作狂 梅先生 你再就好了 下个月你在楼上夜会厅 跟颜承公小姐的订婚宴菜单已经拟好 你想在这里看还是我发电邮给你啊 你发给梅夫人就好了 好的 是 谢谢 别放手 我是被安排的 而我不会接受这个安排 凤华 我只是一个养子 我这一辈子 都是听从夫人的意愿来安排我的一切 而我一直都相信 她给我的是最好的 带着爱的叫安排 带着手段的叫摆布 庄那坟 我知道梅夫人在你心目中很重要 为了我你觉得值得吗 你不是我 你无法判断我的感受 只要夫人失去我 她就会放下这份执念 我们离开香港吧 从小到大我都不爱挥霍 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 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向世界出发 世界很大 我们去哪里 我想过了 去非洲 那里有很多有意义的事 等着我们去做 我们可以去扶贫 搞医疗 办学校 凤华 你愿不愿意 以梅君明太太的身份 陪在我身边 这算是向我求婚啊 你知道我不信任婚姻的 一个不信任婚姻的人 竟然追求求婚的过程 想不通啊 不过你要答应我 你不可以恨夫人 万一夫人出了什么事 你都不能阻止我回来找她 梅先生 不好意思 我照夫人的意思 已经把你房间里所有东西装箱 叫好搬运公司了 看你想搬去哪里 你叫他们开个小仓库 先帮我寄存 我的笔记本电脑 跟金刚塔的资料呢 都已经抓箱了 梅先生 夫人说 忠于同复的严总 已经全权代表你 你不需要再去开会 还有 一直帮夫人处理海外公司 跟物业的Jackie 已经回到香港 夫人希望你把套房让给她 明白了 夫人 专门坟哥哥已经背叛了你 你为什么不直接 冻结他的银行账户呢 经济封锁 一定可以让他屈服 我不想他屈服在强权之下 我要让他知道 我非常不开心 懂得反省 做事要有分寸 他呢 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我的人 不过 其实只要手指点一点 订婚请柬就可以公告天下 我只是担心 现在他被那个姓万的 弄得神魂颠倒 订婚时他不出现 夫人你跟我们颜家 都没面子 如果要庄纳坟 出席订婚典礼 一定要让他对那个姓万的死心 没想到上一次 我去棒打鸳鸯 不成功 反而让庄纳坟更喜欢那个姓万 还说对那个万小姐以往的情史 一点都不计较 不认识的人当然不计较 不过要是有一段关系被揭穿 我想所有人的关系 都会变化 茶叶 一个埋藏了七八年的秘密 是一块刻着上剑雄名字的表 我在万丰华家外面的垃圾袋找到的 上剑雄 高红丽 你真是个混蛋 你去哪里了啊 你怎么能什么都不管自暴自弃呢 你不记得姑妈怎么带大你们两兄弟的吗 我现在呢正在做姑妈最喜欢吃的 陈皮冬菇蒸柳梅 还有啊 就是朝思梦想 最转弯 我会送去医院给她吃的 希望可以唤起她的回忆了 你啊 真是个混蛋 女人有事你就跑了 好 非常好 我会发给她 好啊 希望你老公知道你为老禅做了这么多事 回头是岸 老禅知道你对她不离不弃 死了都能复活了 别说脑退化了 叔叔 你说我是不是变态啊 我竟然很舍不得姑妈 我希望她跟以前一样能大声地骂我 她真的很强大的 她是杨家的根基吗 如果没她的话 整个家就散了 以前呢 家有一老 如有一跑 现在呢 家有一老呢 全家逃跑 也好啊 老禅今晚有好菜吃 好过吃医院的皮蛋瘦肉粥啊 你怎么知道 姑妈只吃皮蛋瘦肉粥 不是啊 我猜的 老实说 如果我跟杨红利结婚的时候 就知道姑妈有脑退化的话 我不会嫁给她 更不会气姑妈 原来姑妈总是说我 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再不说 就不能说了 现在你知道也不晚啊 只要老禅没死 你都还可以补救 有道理 我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可以为了她 放弃购物 跑到厨房来做菜 其实呢 每个女人在临危的时候 都可以做一个 多够农老婆 就拿阿飞来说 她做菜这么有天分 也是我启发她的 你也可以啊 就是说我有机会成为 救世主二后 当然啦 那 如果你姑妈能好起来 一定很后悔一天 那样对你 但愿吧 叔叔 尝尝 好好好 真的好烫好烫 小心烫 好香啊 你真的可以做 救世主二后 没错 喝口烫 大家要抓紧时间做事 下次去北京开会 不能被严董问得哑口无言 金刚塔的项目 我会交给家聪帮我跟进 好的 上总 这份快递是给金刚塔项目的 兰妃小姐 不过新来的助理不清楚状况 竟然拆了 不知道有没有弄坏 我交给她 谢谢你 两菜一汤 有米饭甜品还有玫瑰花茶都是兰愣师傅教我做的 原来我也有下厨的天分 飞飞 以后我不仅是你的闺蜜还是你的师妹呢 厉害厉害 爸爸 我有同门师妹了 你有两个徒弟了 喂 看来我要开一间厨艺学院才行啊 阿飞啊 你救世主当活招牌 嗯 一定有很多美女来拜师啊 当然多了 有很多女性啊 来的都是主妇跟大妈啊 爸爸 你慢慢招呼吧 全都是戴假牙的 咬着你不放啊 哇 哪也好啊 不会被她们咬伤 好 到医院了 你们先去看陈总 我去停车 喂 蒸的粉在哪儿跟你会合 我叫她自己先过去 姑妈看到这么多人啊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一定很感动啊 肯定会哭啊 一会儿见 好啊 你小心一点啊 OK 来来来 小心头 慢一点 喂 一会儿见 回头见 医院停车场间 究竟什么事这么急 要马上约我出来谈 是不是你的 茶叶罐怎么会在你手上 里面有我的手表 给你张没有署名的字条 是你故意寄给兰飞的 我没有 手表我是一直留着 放在我家里 但当我答应 跟庄的粉结婚之后 已经连这个茶叶罐 一起扔掉了 不知道茶叶罐 怎么会在你手上 不知道 根本就是你故意 把快递进去 京阳塔办公室给阿飞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这段婚姻 尽了多少力 做了多少事 你为什么非要咬着我不放 非要故意在背后搞破坏 我没有搞破坏 如果我要搞破坏 我早就已经做了 当年我在北京 你从坏人手上救了我 我确实对你另眼相看 但当我回到香港 知道你跟兰飞结婚 我对你已经死心了 死心 为什么一直不把手表扔掉 你搞清楚 手表是我不小心留在房间 不是跟你做纪念的 你明知道我跟阿飞结婚 就不应该继续跟他做好姐妹 你一直留在他身边 是不是想等我们离婚 以为我跟你还有机会啊 不是啊 我发誓 如果我对你还有一丝眷恋的话 就让我死无全失 如果老天想让你害到我 你寄给阿飞的表 就不会在我手上 我们有东西落在车上吗 等等我 父皇 我跟你说啊 要是阿飞有什么事 我不会犯过你 要是阿飞有什么事 我不会犯过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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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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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飞飞 喂 飞飞 你别开这么快了 车子好天啊 我肚子很不舒服 没事吧 飞飞 停车 飞飞 停车 飞飞 停车 飞飞 自恋你肚子怎么样 先上车 飞飞 飞飞 她的名字是她我才知道 你明知道我跟健雄结婚 还每天来我家干什么 为了什么 想多见一面 想地下情 这样很刺激吗 不是 我舍不得失去你这个好朋友啊 我都没发生过 我不断地换男朋友 我想告诉自己 告诉上健雄 我没把那晚的事当回事 我本来就是很混乱的女人 我不稀罕婚姻啊 冯华 你因为遇到一个坏男人 而让自己走这条路 你太傻了 我明白为什么你没有婚姻 因为你有意无意间 破坏了无数的婚姻 对不起 你们别这样 你们说过会当我爸爸的干妈的 是不是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想在生活中再见到你 你消失吧 这是不想在那里 你露出了 母女 是不想在哪里 是不想在哪里 又要是不想在哪里 不是想在哪里 我用过这儿了 心情 盛乐一生相伴 用你的心 原起我的命 完成极致风景 再相信感情 都是你的错 我叫你去赌场是去接我 你进赌场干什么 都是你的错 我只想进去逛两圈而已 你玩你的老虎鸡本来相安无事 你管我干什么 我是救你啊 我一站在你后面 你就开始赢钱了 从一千块延到十几万 你都舍不得走 还该你学书光 全都怪你 是你叫我乘胜追击 你在我后面就倒霉了 倒 倒 你大头鬼 我是考验你啊 你本身赌性坚强 很容易犯错 怪不得从小到大 姑妈都叫我别跟你玩啊 你知不知道 刚才差点要透支信用卡 你醒醒吧 都怪你 拉老虎鸡输光我的现金 没现金没关系 你也不用咬坏我的信用卡吧 大哥 我怕你误入歧途 我在帮你啊 我还没跟你算账 咬碎我几颗牙 你看你看啊 真的 要不要赔给你啊 吃掉它就没事了 还装 总之要不是你的烂招 叫我去澳门装颓废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老婆没吼回来 姑妈脑退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全都是因为你的烂招 烂招 烂招啊 烂招 你这边我的招是什么 我叫你过去 假装钱输光 你老婆去救你 不是我去救你 就这么点稚气 玩老虎机 输一万块还嫌多 这么大的人了 你休不休啊 总之我知道现在事情没解决 我去找老婆 咪咪咪也 有没有钱坐车回家 要不要我救你啊 傻瓜 老婆 从小到大 幸好姑妈总提醒我 叫我放五百块 哎呀 在鞋里当救命稻草 要不要我帮你啊 傻瓜 从小到大 我老爸都教我 要放张信卡 在鞋里以备不时之需 我有了 要不要我救你啊 一路走好 有事尽管打给我 我不会接你电话 欧巴 救命了 闺蜜四人组出事了 世界末日啊 你在哪里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菲菲出事了 她回到家附近 立刻去找她 喂喂喂 家附近是哪里啊 我刚从澳门回来 四磊告诉我你很不开心 我想跟你说 你不开心 其实最不开心的人是我 知道吗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要问我 我不想把事情再说一遍 那你不说 我问司令跟风华了 你别再提她 你只可以提司令 看来这件事非常严重 你之前不是说过 不会让自己不开心超过十分钟吗 嗯 怎么做 你教我 教你 那我跟你的心聊一聊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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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噗噗 阿欣阿欣 你待在里面太久了 啊 整天待在里面 黑漆漆很不舒服吧 找你出来跟你聊聊天 你知不知道 别总是太认真 也不要胡思乱想 还有啊 我要跟你说 你要做好准备 去接受世界上 很多突如其来的事吗 我还是接受不了 还是非常不开心 这样啊 那就要换个频道了 跟她说一点轻松的事 最近呢 有些谣言说我很喜欢你 我想要跟你澄清 这绝对不是谣言 然后呢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哪有啊 不可能啊 要不然为什么 你在我的心里的分量 越来越重呢 一定是胖了 最近你是不是很累啊 不累 不累 不可能啊 你二十四小时 在我脑子里 飞来飞去 跑来跑去的 不可能不会累啊 你不累我都累了 你干什么 整天跟别人说这些话 怎么会哄人 没有啊 我只会跟GF说 所以我现在是你的BF BF Best Friend啊 哦 除了Best Friend还可以是Boyfriend Baby's Father 还可以是BForever 终于会笑了吗 其实你很聪明啊 哇 你夸我 哇 我一定要拍下这个难忘的时刻啊 喂 用你的手机 我手机没电了 我真的要拍啊 你可以用一个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跟我说一句 浩天 你真的很聪明 快点 我只想拍下来 快点 我只说一次这种话 干嘛只说一次 说两次吧 快点 拍什么不用拍了 快点拍吧 不可能没电 喂 对了 我还没问你 你去澳门干嘛 我去看看那个港珠澳大桥通车没有 造了这么久啊真是 港珠澳大桥 哦 一个男人去澳门不接电话 没洗澡满身烟味 港珠澳大桥 喂 你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能说啊 我是去帮朋友的 哪个朋友 我去看 前妖满路是疑问 宁愿转身共患 如果想非不要等 如果想哭不要忍 如果不懂相处为你解困 从头谦信学爱人 如果想口比较深 从此不敢相信真心 容许我